今天我們的選擇是A4的尺寸 然後會在A4尺寸再採一半的大小 這樣子開出來之後 直接選擇這個採辦的工具 游標的旁邊會有這個尺寸線 選擇好之後按Enter就好了 做一個轉向 這大概是A4一半的尺寸 開好這樣子的新答案之後 第一個動作絕對不要忘記就是 開新塗層 覺得不要很開心的就開始在被緊張畫線 這樣會在後面處理上會造成一些麻煩 OK然後注意一下這個筆刷 Foreshop的筆刷如果要描線的時候 筆刷動態這邊一定要打勾 記得這裡控制的 預設有時候是關掉的 我們就先把它改成筆的壓力 那如果說這邊前面這裡也會出現一個小的 三角形金灘號符號 就代表你的驅動程式沒有裝好 請各位同學在用Foreshop畫圖的時候注意一下 再來是間距這裡 預設是25% 請改成10% 10%左右會比較好畫線 比較不會有鋸齒裝 那如果所有同學不知道間距帶有什麼意思啊 只要自己拉一下就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 OK 10% 做一下畫線試一下 那再來呢我們就是要先找個簡單的資料 像我找的是這一張 因為他的資料動作比較複雜一些 有彎腰的動作 那我們可能就會選擇用四頭身來畫 那如果說你要畫四頭身的時候 要先注意一下什麼叫四頭身 首先就是 頭身的概念是用 頭的長度當作是比例次 那如果說全身長只有 四個頭的長度 就叫做四頭身 那這樣子 那在四頭身計算的時候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 四頭身的計算方式有點特別 就是 頭不算 扣掉 從頸部一下 算二分之一的位置 這邊就是平常我們在 畫正常人全身的時候的二分之一位置 也是胯下 那假如說你們是畫那個正常比例 這個是六頭身到七頭身之間的時候啊 我們通常會把頭也算進去抓二分之一的位置 還是胯下的 四頭身剛好不一樣 第一顆頭扣掉不算 從下面這三顆頭來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出來會變怎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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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就這樣 如果喜歡 充門 不用擔心 就是她